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的一集AI首播 我是Joe 對於產品包裝產線 真空鍍膜機是一個熱門的選擇 它讓製造商可以快速且精準的 在產品上附加一層薄膜 一家工學鏡片製造商 向我們的客戶尋求真空鍍膜機 來為他們的鏡片鍍膜 我們的客戶是一家台灣的真空鍍膜機供應商 為多種產業提供全面性的真空鍍膜機 為維持其競爭力 我們的客戶需要持續的創新 才能成功進入新的市場 他們選擇我們IEI的工業電腦 來運行他們的真空鍍膜機 在過去 我們的客戶所使用的工業電腦 也有遇到以下的問題 首先,測量的限制 數據精準度差 數據管理困難 以及意外故障等等的問題 下面是這樣,測量的限制 由於專有硬體和功能的定制計算解決方案 軟體很難升級 並鎖定提供商以及和最終的用戶 這些解決方案限制了硬體和軟體的選擇 最終則轉變成昂貴的使用條約 第二,數據精準度較差 較較的硬體也無法快速處理數據 詳細分析對於現在的流程其實至關重要 沒有足夠的量以及準確的數據 就難以進行分析 無論他們安裝什麼軟體 都將依賴精準的測量 以獲得最佳的性能 此外,執行此任務的工業電腦 必須允許安裝多個擴充卡 以進行更加準確的數據收集 再來,數據管理困難 老式的模擬測量最終會數位化 而下一步就是將所有的數據 轉換為開放且可移動式的模式 以便在機器或是數據出問題時 在思考應對的方式具有無限的靈活性 最後,意外的故障 硬體的故障加上因此造成的器材損失 將給企業帶來無法衡量的支出 而平穩運行的機器可以確保一切正常運作 但是需要維護時 維護的工程通常是複雜且耗時的 更不用說,重大性的故障往往是突如起來的 準確的數據和快速分析可以防止這種情況發生 並對其做出應對措施 而針對以上的問題 IEI提供RANK 3000G工業電腦機箱 並搭配IMBA H810 ATX的主機板 以及IR-2622的儲存備份設備 來解決客戶所遇到的問題 只要來說 測量會變得詳細且集中 憑藉了Intel的第四代 Chrome的I7、I5、I3、M2 還有Ciron的處理器 的LGA-1150插槽 系統的規格將會變得非常靈活 並可以根據真空鍍膜的特定設置來定定定制的解決方案 這種可移植性允許透過最少設定更改 就可以在多個產品中重複使用同一台工業電腦 它們可以根據需求添加更多的擴充卡 而與常規電腦一樣 所有的數據均可使用 通過常用的軟體和硬體設備 可以在需要的區域進行監控數據 並可以在主要的電腦上對其進行分析 或是將其傳輸到其他地方進行分析 甚至可以發送到雲端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而數據的集中記錄在同一個地方 卻可以根據需求進行分析 而這些記錄的數據 包括所有會影響真空鍍膜機的變數 可以協助客戶進行分析以及修改 做出最即時的應對措施 第二,自動備份數據 自動備份系統可以防止數據的丟失 與典型的Range解決方案不同 此驅動器的機箱包含了兩個硬盤驅動器 而通過單個Theta的6Gbps內部連接 並且通過RS232的連接進行控制 設置完畢後 將想要的數據備份到輔助的硬體驅動器 這種方法提供了雙重的保護 因為它可以避免因為驅動器上硬體的故障 或是由於病毒或是其他惡意軟體的攻擊 而導致數據的損壞 再來有更加準確的數據 數據是根據我們的客戶單設置所收集的 並且是可以輕鬆提取 使用於TF Collect 這個用於設計和製造光學鍍膜的行業領先的軟體 相同的格式 他們的客戶可以直接設定真空鍍膜精測量的數值 而無需要更高的技術 此外他們可以更方便監控他們所收集到的數據 最後 預測性的維護 透過我們客戶安裝的軟體 可以實現強大的分析功能 使其客戶可以即時的在出現問題時 讓機器暫停、重新啟動或是直接停止運行 因此可以主動的採取防範的措施 而不必等機器完全處理完產品之後才發現問題 並進行處理 這樣可以避免產品大量的淘汰 AI提供的系統使客戶可以靈活的設計自己喜歡的系統 在其產品中使用該系統開發自己的軟體 並為其客戶提供相同的靈活性 讓您可以彈性的管理您的生產線 以上就是真空鍍膜鏡的案例分享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記得按讚並分享我們的影片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關於此篇案例的資料 請掃下方這個QR Code 更重要的是 要持續鎖定AI的手播 希望我下次還能在這邊看到您 拜拜 unächst在這邊 逢 Во muitas i paid 叫 looked JUR atched Kathy 200 securely Beit 你 以錦 這是 有